就在近日,38岁的知名奥运冠军刘翔,罕见的在社交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。 他在自己的发文中,先是说到了老夫的日常吃吃吃这几个字,然后在下方搭配了几张照片。 在他分享出来的照片中,他身穿了一件蓝色的短袖T恤,以及搭配一个黑色的帽子,整个人的打扮都十分低调。 然而他的状态看上去却非常不错,整个人的气色十分红润,还有精神状态极佳。 而且他还对着镜头,做出了一个投胃的姿势来,向拍摄的那个人送来一口甜食。 他的这个举动,让人一看就明白了,那个替他拍照的人一定是他的老婆无杀。 并且当拉近他的脸部时,还能看到了在他左手上的那个婚戒十分抢眼。 他的这一次亮相又让不少的网友们都吃到了狗粮。 然后其他的网友们,在看到了这一条消息之后,纷纷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。 有的人评价到了,一看就知道是老婆拍的照片,你投胃自己老婆吃,而我们只配吃狗粮。 并且有的人还调侃到了,这下真的甜死我算了。 而有的网友也是调侃到了,哥哥这是在喂嫂子吗,这是谢谢了哈,近日份的狗粮已经超标了。 大多数的网友们纷纷被刘翔的这一次秀恩爱,而感到了非常的羡慕。 然而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,他们两人自结婚以来,感情就一直都非常的稳定。 就在7月13号的那一天,他还在网络上晒出了一张恩爱的照片,大秀出了两人的幸福时光。 他在照片里面将自己的老婆亲密地搂在了怀里,然后他还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鬼脸来。 就犹如一个大男孩一样的调皮。 不过他的妻子无杀,则是非常开心地迷着双眼,还把手搭在了对方的手臂上。 两夫妻的画面看上去十分的温馨甜蜜。 但是了解刘翔的网友们也都知道,在他的感情里面,之前还曾有过另外的一段婚姻。 他的前妻叫做葛天,在娱乐圈中是一位知名的女演员,拥有着一定的人气和知名度。 记得在当年的时候,他们两人曾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,就突然宣布了闪婚,以及一年后又宣布了离婚。 然后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的争议,不过刘翔在后面的采访中却说到了,分手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适合而已。 随后又过了一年这样,他就官宣了自己和无杀的新恋情,并在当年就迅速而又低调地结了婚。 而他的这一位现任妻子吴沙,则是国家的前称肝跳运动员,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,曾在2003年和2001年的这两次亚锦赛中都获得了冠军。 因此在不少人看来,他和刘翔还是非常般配的,两人走到一起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。 甚至还有网友透露到了,其实吴沙是刘翔的初恋,所以不少网友都称赞到了,他们两人就是体育界里面的金童玉女。 不过如今他们两人已结婚多年,感情依旧还是非常的稳定,并且生活过得十分的惬意。 在他们的社交账号上,经常能看到他们外出旅游的日常动态,可见在退役之后的刘翔,小日子还是过得十分潇洒的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刘翔这一位知名的世界奥运冠军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